字幕组 李宗盛 大众请合唱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摩本世世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欲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好我们这个 这是我代课的最后一周 那我们就是尽量讲 上一周我们讲到 第三个部分 这个用节就是不太好讲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张叫第三张 这现在是第三节 就是中道的历史跟教义 那中道我们上次有讲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字比较大 就看得到 这样应该可以看吧 对对前面按灯关掉 这样好像太大了 不是太大了 这样还可以吗 就中道其实中道在阿含经最开始提到就是修道的中道 就是我们不就是佛陀告诉自己的出家弟子 就是我们不要像在家人一样的 这是什么寻求欲乐 也不要像那个外道就是出家人的这种苦行的生活 他采取的是一种中道的立场 那中道到底什么意义呢 就是避免极端 中间道路适度的行动方案 然后平均值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是比较合理 因为是相对于极端来说是一种合理的 那书里面提到就是说是一种特别的态度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中道应该是由一种哲学在支持你的那个生活的一切向度 一些就是你会生活上社会上遇到的议题 在这个议题呢 你都有一种立场跟态度 那什么立场呢 就是后面讲 那个哲学就是一种解构的哲学 那在外人来看呢 它是一种似是而非 因为它不表达一种立场 就是那个立场是指的是行而上学的立场 所以后面讲这些立场 哲学的立场是要解决本体论跟认识论 还有它说救世论 其实这个字是从那个英语翻过来 它就是解脱的意思 基督教叫救赎 他这边翻作救世论 其实就是解脱的意思 就我们在本体认识论有一些难题 比如说存在的一切的本质是什么呢 唯一是跟我们说存在的一切本质就是事 对不对 然后外道说呢存在的一切都是犯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把现象跟本质分开了 那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待问题呢 那就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 比如说现象本质是一 那为什么有现象的千差万别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哲学就会采取一种分 叫做分层逻辑 或是说一种叫做阶级逻辑 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辩证哲学 像黑格尔这些人的辩证哲学 就我们人的精神会由初阶一直进步 透过辩证的那个进程 人的历史也是一样 透过一种辩证的历程呢 会越来越圆满 那那么意思就是说 初开始的东西就是最粗糙的 最后就是最圆满的 那我们佛教也没有像这样的逻辑呢 也有啊 比如说祖师大德们的叛教体系 叛教不是就是从小乘开始 一直讲到那个 就是最后那个 小死中遁缘 缘教就是最圆满的 他说佛陀在看 佛陀在那个 跟众生宣说这个佛法的时候呢 都有那个依着人的根性 所以呢就他用那个什么 华言经用个日照语 他说太阳初开始的时候 先照的哪一块 然后一直到那个如日中天 那个时候当然就是那个 照药的地方是最明亮 而且最最没有障碍的 他就是来批语 就我们佛教里面的思想 其实都有一个阶级性的区分这样子 那这样就造成了一些 就我们我们讲的就是了意不了意的争议 那我觉得像这种难题在历史上 从佛教 佛教哲学开始 就是佛教写佛教历史开始 从布派一直到 印度佛教是那个灭亡的 大概是就是 大概一千五百一千六百年左右 像这样思想的一些论辩都没有停止过 到了我们今天像我们讲佛教教育 要怎么教育呢 因为好像我们佛教的思想 也都是好像很分裂 现在说什么八中共红 其实这八中并不 要怎么汇通呢 因为历史上的争议要靠我们现代人 我们现代人 这个异学已经衰微了这么久 有办法去解决那个以前留下的难题吗 对 那但是 跟各位讲说特殊的解构哲学 解构哲学就是 我们说解构就是像龙树这样的 本体论的或认识论的 这些问题都来自于一种 本体论或认识论的预设 这些预设就会造成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哲学上的难题 那解构哲学并不是来回应这些难题 并不是来回答这些难题 而是绕过这个问题 什么绕过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所预设的那个本体并不存在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本质是一 它可以造成千差万别的现象呢 像这些难题呢 为什么能绕开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原初的范 所以这个问题自然就消解了 这个是特殊的解构哲学 再来就是生活的实践方式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这是世尊最早提到的 那把这种解构呢 运用在那个本体论的范畴 就是避开是或不是 不是或不 是或存在 不是不存在 这一种极端 这个在终观论寿里面就有讲到 就是说有见跟无见 对不对 那个中道呢 就是离友亦离母 那至于怎么离呢 这边我们就不提这么多了 但是就这个是一种解构的立场 为什么 存有跟不存有 是我们最基础的认识 生灭意义 这个生灭意义 长断 像这些问题 都是从最基础的存有开始 那我们一定 认识当中一定存在的某物 我们上一周有讲 对不对 天人来看是何 人来看是水 地 那个恶鬼来看是蒙火 鱼来看是家 对不对 就是一进四次见 是吧 那到底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问这个水 我们看到的水是什么 对不对 你可以回答它是 它是水 是琉璃 是蒙火 是家 对不对 这些我们知道是分歧的嘛 我们如果不能够在四种 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能在这四种做决定 对不对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是存有的东西 你同意吗 不然 不然我们在哪里 会 就我们都好像是在同一个地方 会说我看到什么嘛 至于 那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 它就被我们定义说 那个就是存在的东西 好 然后从这个存在呢 我们会有一个相应的 不存在 这个就是有 这个是无 有这件事 没有这件事情 这不就是我们哲学上 就我们可以共同 这四个 四类的众生都可以共同承认说 我们在讨论 这个它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 这个就是最基础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中观跟你说 如果存有这个有跟无呢 那就是一种无名 那不是很奇怪吗 就等于就是我们把 我们开始讨论这种 这个叫认识论 你知道 就是 我们 哪一个众生 他所认识的是正确的 懂我的意思吗 我现在再讲一个华言经说的 如果佛 来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一定叫水 是人叫他叫水 佛来看它是什么东西 那会不会说佛的眼睛看到东西是最正确的 对啊 对啊 佛当然看得到实相 那你讲得很好嘛 对不对 然后 就都跟我们都不一样 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吗 不一样 不一样 佛看到东西跟我们都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这个东西就很有趣 因为佛陀自己讲 说 众生说有我就说有 众生说没有我就说没有 佛陀不以世间正 懂我意思吗 那我们再讲一个 那个现在宗教上最流行的 就是那个上司的说法 知道吗 比如说 这个什么 妙禅 好了 他来看他看到什么东西 他一定跟你说他 他 那我们再讲一个 佛陀来看我们这个世界 真的这个世界的中心 就叫虚弥山吗 或是一个有禅定的人来看 他就看得到 四大步骤 就是跟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人看到不是这样 现在有没有人可以跟我指出 虚弥山在哪里 虚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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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绕着他转这样 这个就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我们现在就在讲 本体论跟认识论的难题 对不对 像这个就叫认识论的难题 谁有最正确的认识 那我刚 其实我们现在 上一周讨论很多这样类似的问题 就是如果有一类的人 他的认识是最正确的 那么他就叫活佛 或是叫人婆切 就叫上司 然后是我们这些人 都不能认识的 那还能叫做佛说 佛不与众生真吗 应该这个就叫真啊 就是你们都搞错了 只有我是对的 不是这样吗 但是各位可以好好思考 就是说中观哲学本身 会 他本身是什么样的 我们说气质好了 如果我们学习佛 佛教 如果是采取这种 这种理论 这种认识论的那种 我们说这种 阶级性的逻辑 他会去分什么呢 错误的认识跟正确 这是佛教的恶地 这个叫圣义地 对不对 这个叫俗地 那么我们就会讲 如果刚刚同学讲的 就是说 这四类众生 看到的都是虚妄的 只有佛看到最正确 然后他看的东西 都跟我们不一样 那就会分作 圣俗是割裂的 他不会是一致的 那我们要舍弃世俗 对不对 要追寻的这个圣义 那在修道上呢 我们就会否认世俗嘛 就是你要修行 就是反俗而行 就叫修行 这个俗人晚上睡觉 那我们要解脱 我们晚上就不要睡觉 俗人 俗人要吃饭呢 我们修道人就不吃饭 对不对 就类似这样 那这是一种修道的态度 那这样会不会是叫 中道的宗教生活呢 不可能 你一定会请上苦行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在组织上 你个人的修行是这样 对不对 在你的宗教团体里面 你就会去崇拜那一些 叫精英分子 因为这些人说的都不一样 想的都不一样 就是比我们更优秀的人 对不对 那这样的 这样的宗教组织 或这样的政权 他就跟专制 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一个教团 他本身透露的是什么 我们大概就可以想想像说 他所说的那一种解脱之道 就是充满了这种 我们叫阶级逻辑 他就不会是中道的 这样了解吗 那现在就跟各位讲 所谓的存在不存在 这个是我们在认识上 或是说本体论 从认识论的问题 也是本体论的问题 被认识的东西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都可以承认的 他的性质就是他是存在的 这个不会有人不承认 但是这个预设 尽管是这个最基本的预设呢 在中观的哲学都认为 这是一种无名的 无名的表现 只要我们用有无 这种极端的概念去思考 就不是在中道上 那这是非常抽象 那在这本书 我们就举一个加瞻研经做的例子 加瞻研经 这个汉语的我没有去找 不过这个经文大概 应该大家很熟 这个加瞻研经 看这部经他说什么呢 他说加瞻研日常经验依赖的是 这是这不是 就是存有的不存有 或是是或是非 就你的认识是错的 你的认识是正确的 像这种叫二元性 但是依靠佛法智慧的人 却完全明白 这个世间之物呢 世间的事物是如何产生跟毁灭的 世间是因缘生 世间是因缘缅 那因缘这两个字就 我们就需要这个后年吧 我们需要一整年的时间来讨论中观 就是讲这因缘这两个字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对他来说呢 不存在 就是对一个中道的 有中道 中道智慧的人呢 就不会存在说这是这不是的问题 换句话说 没有说所谓最正确的认识 或是最错误的认识 也就要在这个立场 佛陀才会说我不与世间正吗 那到底什么是缘起啊 其实缘起就是 我们依着我们共同生活的方式 这种文化所施舍的东西 这个是有点 我们后面会讲这个假名 好 存在不存在 这是两个极端 佳瞻眼 如来 就是佛 不依赖这两个极端的任何一个 说他是存有的也不对 说他不存有也不对 那这个就是佛所传授的中道 那这样的中道就是没有任何的见解 什么叫见解呢 就是到底什么东西在轮回 就我看到的这个是水嘛 那他到底他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对这种问题有一种见解 有一种看法 这个水最基本是不是饭呢 或是他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他的性质是 是呢 就是我的分别而已 这个就叫见解知道吗 你对这些经验有一种观点 中道的哲学呢 并不对这些问题采取一种立场 或是采取一种见解 那他到底要做什么 他做的就是结构 知道吗 我们在当我们说他是水的时候 一定有他实际的用途 这些我们所说 我们所言谈中的水呢 只不过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对不对 他有实用的价值 以实用的目的去命名他做水 对不对 当中我们水这个字 所指的呢 并没有一种本体的存在 那像我们如果采取 有一种叫见解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我这样讲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其实这种问题就非常的有趣 就我们明明就看到那边有一盆水 对不对 我们手摸会湿湿的 会有温度 会觉得凉 或是觉得温温的 对不对 这不就是我们对这个存在的东西 的一种认识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会 你我都同意说 在我们这个经验里面 应该可以分作外在的世界 跟能够认识的那个东西 那东西可能叫 我们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氏 对不对 那就变成说 这个经验就正确无误 这个就叫量 对不对 然后那个沉纳 把这个量又分作 那个限量跟比量两种 第一刹那我们的根 接触到这个水 这个叫根限量 你知道吗 第二刹那这个氏就马上 这个认识马上泄灭 但是他会留下一个叫什么 自证分 有没有 第二刹那氏生起来 就是认识这个自证分 然后一刹那一刹那的认识下去 后面的认识都叫做比量 他不是限量 但是一定 知识的来源是来自于 跟进和和生 生的这个氏 这个是正确的 如果这个不正确的话 那我们就完全 完全就那个怎么讲 不能确定我们所认识的 到底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 对不对 听起来这个看法 这个见解 我们说这个见解正确吗 但在龙树来说呢 它是一个 它听不懂的 而且是错误百出的这种 这种论调 为什么呢 因为根跟进怎么相处的 他们怎么处啊 他们都是 在部派他们是集围嘛 当然在围是 他们可能他们的本质就是事 根被解释成那个种子 种子会生起来 那我们要挑一个那个龙树讲的 龙树讲的就是 根根根相处 对不对 根是设法 这个有大家有这个概念吗 根进是那个根 跟进外进是设法 我们的 那个 进设根 它也是设法 对不对 设法的基础是什么东西呢 设法的存有就是极尾嘛 对不对 极尾 极尾是说 用触觉当然比较好解释 用眼睛来看说 这个桌子的极尾有碰到我的眼睛吗 没有 那他怎么会认识呢 触觉比较好理解 然后声音对不对 声音那个生成是不是设法 是吗 是 是吗 是设法 你说这些触 触也是设法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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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触啊 你触你感觉 你感觉 你感觉 他就在身边看 我说那个 眼睛呢 眼睛呢 眼睛是设瘦的 光光 就是光线设瘦进去啊 光波是不是设 对啊 他是苦臣而已 怎么说设法 设法叫直爱心 对啊 对 我们现在就找到争议的根源 知道吗 像这个东西都无法解释是因为 极为极难定义 好 我们要讲的 不要忘这个 这个常识性都说就是这样触嘛 那你只是一想 没有方分的东西怎么触 触我们可以这样讲啦 就我们两个靠在一起 你的左边挨着我的右边嘛 问题是极为没有左右边啊 没有 他没有上下左右 没有四方的 对不对 那你说两个极为 靠在一起什么意思 他只会重叠而已 他不会靠在一起 重叠就变一个了耶 懂 你知道什么叫极为吗 极为就是没有方分的东西 那你说为什么极为要没有方分呢 极为如果有方分代表他可以 还可以再被分割啊 那是不是照理说极为 那你如果再给极为到那边 那你几十年 多少的极为在那边 你是不是不可能 对 对啊 对啊 所以 我们刚刚讨论的大家都觉得很合理 就是跟进和和声势 对不对 但是你仔细去想 这些概念都没有办法成立 而且喔 他会变成一种 一种我们叫做那个 独断你知道吗 就是根本 无法想象 但是我们都会这样讲 那个叫独断 就是说你根本 这种根本不会是这个样子 那你就轻差公共 但是好像都把事情解释得好像很漂亮 但是你遇到这个最基础的问题 就会产生什么 本体论跟认识论的困难 然后现在不是要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来解决像这么基础的问题 解构哲学就是告诉你喔 我们最基础的那个认识 就是存在的不存在的 他都是无名 那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些 这些采取一种见解 一种立场的哲学 最后被证明都是错误的 那解构的目的是在揭示 我们这些见解的错误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言谈的水 并不会失去它的意义 它的意义就是 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 有一种实用的价值 我们知道这个水的作用 都是从源起上来谈它 这个源起呢 就是我们 可以分析它很多的资分 就是它的条件 我们可以依着这些条件来说明 不是证明 说明说我前面也有一盆水 这件事是我们都同意的事情 这样了解吗 那至于说你认识的水 跟我认识的水 会不会是一样的 我说这个是蓝色 大家同意嘛 但是谁能够证明 这个蓝呢 在你的那个感官器官当中 所诠释的蓝 跟我所诠释的蓝是一样的 我们在脑袋里面 陷起的那个蓝啊 可能是一堆神经虫 有没有 它会有一些反应啊 那个反应在大脑 如果我们去照什么光 去做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断层扫描 你的脑袋反应 跟我的脑袋反应会一样 谁有办法证明呢 没有 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证明这种东西 是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历程 这个历程是 我们假装去证明它 其实在中观哲学说 这些见解呢 就是恰恰是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把没有实性的东西 说成是有实在性的 那只是体现我们的无名 体现我们的妄见而已 那这些妄见 会有对我们有什么伤害呢 其实它对我们就是论点的 种种束缚啦 最终它对我们有力量的呢 是在我这个问题上的执着 因为我管不管前面有一滩水 好像跟我解脱都没关系 对不对 但是呢 同样的观察 我们同样对世间的认识 这样来认识自我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的 这种情感的 这种叫执着啦 这种爱着 这种爱着呢 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也就是 这个爱着会促使我们不断的造业 会推动这个轮回的进行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由中观的解构 来消除我们对于 这些法的执见 那特别是自我 这样知道吗 所以呢 对于这些 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 我或是桌子或是水 这等等的问题 这个我们这一本书说 有一种叫吴子称的分析法 其实他讲的就是我们说 随顺盛益的光会 就他怎么观察呢 根据中观的分析 这些日常语境中的物体 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不真实的 他的真实呢 是来自于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实际的效用 这些效用不能 他没有一个本体的基础 知道吗 他只是我们生活上的用处 然后我们对于这些经验呢 是由透过我们的诗色去描绘的 这些描绘一定有一些名词嘛 这些名词所指称的东西是没有本体的 没有一个实质基础的 那为什么我们说那里有一盆水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条件嘛 就是有认识的事 然后有一个什么 你当然可以后面讲这些分析 不过这些分析呢 只不过是对我们经验的一种方便的说明 它并不代表一种实在 但我们这样讲可能 如果非常心思非常细密的同学会觉得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但是这个就是终关要让我们 试图说服我们 我们对于这些经验其实都存在着无名 那对于万事万物的本体地位 无话可说 这个桌子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无话可说 只能说它是桌面啊桌角啊 这些织份所构成的 就这样 每一件事都是由这些东西 都是缘起这些条件所构成的 那对于认识上来讲呢 是如此 那对于佛教的解脱 我们就是要抛弃对某物 跟无 就是说有见跟无见 这些意子所指的东西呢 都要彻底抛弃啊 这个是我们解脱所必要的 我们说这个就叫般若的智慧 像这个翻译的很饶口 他其实这一句话就是 我们在那个波尔经常常看到的 就是无所得啦 或是不可得啦 或是叫一切空啦 就是这样的意义 知道吗 那中观哲学家呢 像知其实质来说属于执着的 就是说我们对有跟无 这个最基本的概念 都生起这种染污的话 那就后面就我们会有情感 跟意愿的问题 情感就是我们会有一种 那一种情感嘛 就是那种爱着 特别是对自我 或者是自己心爱的东西 对我们都讲 大家都会去 不喜欢踩到狗屎 这个狗屎一定有狗屎的体性 大家都爱 非常喜欢这个黄金 对不对 那这些如果他没有他的实质 对不对 我们还用得着去爱着他吗 那像这种情感 会去避免一些东西 会去爱 去追求一些东西 这个是涉及我们的情感跟意愿嘛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实质 有一种般若的认识 那对于情感跟意愿 就会我们讲就会 就会自在很多啦 不会受这种外境所驱使 那禅修的人就是把这样的智慧 这种语言跟概念的全新态度 应用在自己定义的培养上 就能够达到什么呢 就是不看而看清楚 透过不看而看清楚 什么叫不看呢 就是无所得啦 我们看这个对镜 就是前面的桌子 一辆汽车 一辆马车 或是就你的这个眼睛所看 耳朵所闻 透过不看就是 我们找不到看的理由啊 种种方面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桌子 到底这个桌子是什么呢 是极为吗 不可能嘛 但是极为好像就是我们顺着 我们的直觉所分析得到的东西 但是却是不可得的 对不对 再说我们用什么东西去看呢 用我们的眼根 用我们的眼视 去看吗 那六情品告诉我们看这个经验 我们这样的分析 并不正确啊 它不会达到一个本体论的结论 知道吗 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我们讲过很多遍 那个看的经验怎么来的 对不对 刚刚讲过一个就是 跟跟近怎么处 对不对 那现在讲认识 认识就处的问题 我们先跳过 眼根如果能够见 这个见就是认知啊 那这个认知怎么来的 这个不看是说 这个不看是说 我们根本那个 看的经验 我们不谈本体论 就谈 我知道前面有张桌子 我怎么知道 你凭什么说你知道呢 对 对嘛 那所以我们就来 我们就要来看这个 看这个字 是什么东西 桌子是外在的东西对不对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看到 你凭什么说 眼睛看到吗 这个就是眼根或眼视 这个眼根或眼视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其实两 不管你是眼视或是眼根 在佛教上这两个是有差别 知道吗 不管它 反正一定有看的东西 那看这种认知是一种 它就有一种了别性了 知道有东西吗 那是什么东西后面再说这样 好 那这个是确定的就对 问题就是它并不确定是因为 它不是一种本质性 没有本体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 如果根根是有见的功能的话 见的功能 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经验的前提 同意吗 一定有一个能看的东西 那这个能看的东西一定是 看是它的特性 那这个特性 那这个特性会时有时无吗 应该不会啊 不是不会 就是说如果它是变动的 那表示它还可以被分析啊 如果它是变动的 对不对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那到底有没有水啊 我们就会疑惑 对不对 同样的 我们说我们确定 前面有张桌子 表示这个桌子是稳定的 我不看它 它也在这 那它才是真的存在的东西 然后现在我们看我们 如果桌子不会产生问题的话 我们的眼睛 应该也不会产生问题 我们才能够说前面有张桌子 同意吗 那我们的 我们不管眼视或眼跟它管用就是 它能够看见这件事情 是绝对的 它本身如此的 它不会说它不爽的时候 它就不看到了 不会嘛 不会嘛 因为如果 就好像前面 有没有桌子是十有十无 一下有一下没有 那我们就会疑惑 对不对 我们就不能确定 那既然我们能够看见 这件事是确定的呢 表示有一个 比如说眼视或眼跟 它的见性 它的了别的功能是 不会失去的 对不对 那好 如果都同意这一点的话 那我们可以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这个眼睛如果没有外境现前的时候 它可以对着一个桌子 说它有见 对不对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状况 就是没有 根本没有外境存在的时候 那这个见的功能它必须要见 才叫见的功能 这个时候它应该要看到什么 看到五啊 五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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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五会有一个叫五的东西给你看吗 它是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六情品 龙书的六情品当中讲 如果没有外境深情 我们的眼视又要能看的话 那它不就应该看到自己吗 还记得这个受吗 还记得这个受吗 我讲过很多遍了呢 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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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外境嘛 既然外境看不到 那眼根不就要看到自己吗 没有外境就是它以外的东西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见一定要看到东西吗 如果没有外境 它不是就向内看自己吗 那眼视或眼根 可不可以看自己 他就是一个逻辑的矛盾 那既然它不能看到自己 我们又怎么能说 它是见的功能不会失去呢 所以这个眼睛能见 眼能见这件事情 它就不确定 它就根本不可能成立 既然如果我们所谓我们看到 你凭什么说前面那张桌子 因为我看到啊 这个并不能证明任何事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 我们要在我们共同的经验 我要在我们私人的经验 或是我们共同的经验里面 去找到一个 本体论或认识论的证据 是找不到的 请说 请教您 你刚刚是说 跟到 就是跟所不解成方面 对不对 你都做一个变更 对不对 所以 所以看不到 你进到这个桌子 突然间 看不到 那这个理论 我想 到底想另外一个理论 就是说 像师傅你在站这边 对不对 你看那个钟 应该是很清楚 可是如果你也不拿掉 你看还清楚吗 可能就看不清楚 就看不清楚 那相同的 这个钟到你眼睛的之间距离 它都没有变化 它没有变嘛 那变的是你眼睛的问题 我就一直不清楚 这个关系 没有 你 你好像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不是 我这时候因为 我是懂 真的问题 我知道 现在我倒过来讲 外面的改变 所以我想的问题 那如果它不变 你里面的改变 你怎么解释 里面改变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先戴眼镜 看那个钟很清楚 对不对 如果眼睛拿掉了 你可能看得清楚 其实这些经验 你不要这么复杂去想这些 我们所谓叫复杂的问题 你应该 你应该要排除这些个 个体性的问题 我的观念是 我问你啦 我问你 一个视力好的人能看到吗 视力不好的人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他会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时候你都不懂 你外面是张鹏的外境 不改变外境 对啊 对 然后呢 这个很好讲嘛 就是你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水晶体 有没有 我是说那时候你看的是哪个部分 我们知道水晶体 但你看的是 是 我跟你讲啦 我们并不牵扯 这个个人性的问题 因为这是你工人 你的那个器官 器官每个人都有差异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器官的差异 不管怎么样的眼睛 他一定有所见 见得清不清楚 那不是问题 我们并不讨论个个 个人的事情 而是说只要有众生 他有眼根 他一定能够看到东西 看得清不清楚 那是后面的问题 我们只是讨论这个 见的功能而已 对啊 见的功能啊 他一定能够看到东西嘛 看得清不清楚 看得清不清楚 那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 问题 问题是他的见的功能 是不是能成立嘛 那是前面的都不变 那后面都会变 那这变是我们看到 这个变的现象的时候 它是我们在看什么 你这奇怪啊 自信中再加把它加上去 是你 那根本不涉及这个问题 你懂吗 你这不应该涉及 你这不应该涉及 基础到什么呢 一个大近视眼 眼睛0.6跟1.0的 他们一定都能看 这个前提你承不承认 那到底看是 看这个功能 他就是一个功能啊 他就是一个功能 那功能的功用 有远有近 那个是后面的问题 但他们都能够看到嘛 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啊 我们先讨论这个看 能不能成立 那你近视眼 就是你的水晶体有问题而已 你既然是眼睛 你的焦距 不是 你要讲那个是病理的问题 不是我们讨论的 哲学性的问题 但我们视觉是把眼睛 加个眼镜 把它矫正 我们视觉 解好不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哲学问题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生理问题 那是生理学要去演讲的嘛 问题是他们的这些问题 就 为什么有人看得见 有人看不见呢 那是病理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讨论一个知识的基础 你不 一个正常人啊 你不要讲一个疯子的经验 那我没办法讨论 我们讲一个正常人 我现在把前提讲清楚好了 就是一个视力1.0的人 他看到前面有一张桌子 他的任何的精神 什么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见性能不能成立吗 这样就够清楚 你不用去讲啊 为什么会变什么 那是个人 如果根有变异 那就是根有变异 我们现在讨论都是前面 他这个桌子是真的有 然后你这个人的精神状况 跟你的眼睛都是正常的 好 那那个见性能不能成立吗 那怎么成立的啊 问问题 这有 什么相对 我们讲的 讲的那个一个学期的 那个中官都白讲了 相对我存在的啊 这因为有人说的眼根啊 是我错的 因为有人说人见的眼根啊 而且这个人看不清楚 就是有近思 这个还要问 我们现在讲的是 所有东西都正常的状况 到底是 这个人的什么东西在看 看这个经验是不是 有本体论 或是认识论上的证明 真的有这种 能够看到的东西的本质啊 在本体在那里 我们一定有这个功能 才说有这个 才说有这个东西存在吗 因为是 如果说是掩饰在看 对不对 是是什么东西 是是以了别为信 他就不是一个 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 他是以经验 作为他存有的证明 比如说 我讲可能西方哲学 可能各位会了解 我思故我在 是迪卡尔的第一哲学 那第一哲学就是要确定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怀疑的起点 他认为我们只要没有办法去怀疑这件事 这个事情就是确定无误的 这个叫他的第一哲学了解吗 比如说我可不可以 这个桌子其实没有在这里 是我梦到 我现在做梦 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然后我梦到前面有样子 可不可能 可能嘛 那有没有可能说 我现在在怀疑 我现在看到这张桌子 我心里面生起那个怀疑 我有没有可能去怀疑他呢 不可以了 我现在我生起 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 对不对 我生起的贪心 那个姑娘可能是假的 是可能是我做梦梦到的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我心里面 很很喜欢那个贪爱 这个知道自己心里面有这个贪心 可不可能是假的呢 不管你梦到 或是根本没有这个人 你那个贪心就没有办法怀疑了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没有贪心 但我以为我有贪心 那是回忆 知道吗 你现在有贪心 能够怀疑吗 不能嘛 所以他说 笛卡尔说 我现在在考虑这件事的 那个考虑 我就不可能说 他没有在考虑 就我思 故我在 就是我思这件事情 是他没有办法怀疑的 这个是他的第一哲学 了解吗 现在我们就要确定 看这个经验 是一个确定无误 如果有看 有这个事的功能 有这个东西存在的话 我们才可以谈到正确的认识 没有错 我是我的 那我现在 如果依 我建顾我 我诚意这个桌子存在 没有 就是说 我们从 我们从我 你怎么确定前面有张桌子 我可以说是 我的眼是就是有一个对性 就是后来我命名他叫桌子 这个认识论的历程 他的基础是不是 眼是能见 从这个预设 这个如果东西 这个眼是是存在的 我们才可以说 前面有一张桌子 是可以被证明的 了解吗 就前面有张桌子 这个命题呢 是正确的认识 了解吗 那问题是 现在龙树就跟你说 这个眼是能见 这个命题 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了解我在说什么 了解 真的了解 是假的 我了解 我了解 他了解 他了解 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可是老师 虽然问题在这里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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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了解 了解 可是问你怎么 我现在要讲 你要解说这个 这个中关 可是你现在 会不会 会不会 又 又让 听闻者 又堕入 一种 有一種語言文字的套用文字 不會 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中觀叫不看而看清楚嘛 不看是沒有看的本質啊 然後看清楚是什麼呢 我知道我們所謂的看見這個經驗 是假名思舍的 我假設有一個掩飾 假設有一個桌子 我才能說我看到 但是為什麼我這個 我們說我們說能正確呢 就是在這個文化當中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概念 我們把這個可以讓我們寫字的 有四隻腳的有一個面的 這種東西我們會假思舍它叫桌子 知道嗎 然後先有這個概念做前提 我們才說我們認識到 因為在我們生活當中 這個功能能夠被成就 我們就會案例失色這些名詞 但它這個名詞 如果你要把它深化做一個 本體論的描述 這是完全做不到的 它桌子的命名跟掩飾這些 離不開我們生活當中的語言 它只是就是語言 是我們失色的而已 可是老師你講這個假在我們世界上 它這個假是存在有 它是 也會變成 自俗的存在呢 只是依著條件可以這麼說 你要去找它本體論的證據 找不到 那個是一個無明的體現而已 那這種無明會造成我們的傷害是因為 如果這個眼睛能見是一個確實無物的對不對 那黃金可以愛要 狗屎必須要遠離要拋棄 那就天經地義啊 所以我們天生要趨吉避凶 這個也就天經地義 是嗎 問題是從中觀來看這沒有必然性 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對我們的人生 這什麼情感跟意願就會 我們就能夠依著中道來修正我們的行為 知道嗎 就是愛要黃金跟它沒有本質性的區別 區別都是文化在區別的 那麼老師那個中觀來看的話 黃金跟狗屎都平等 沒有不是 它的平等指的是說 它都是依著條件而成立的對不對 你要去找黃金的本質 狗屎的本質是找不到的 甚至我們說 我們認識到前面有一坨屎這件事情 都不是一個命題式的描述 這句話不能沒有本體論跟認識論 可以當做證明 但是在糊塗的人都知道前面是什麼 不過呢 說它平等是 它是依著它離不開條件 而不是一個本質性的存在 知道嗎 文字語言不一定完全錯誤 而且呢 我們要解脫還必須依著 糾正我們的認識 其實我們一個人不可能沒有認識 一個眾生對不對 它最基礎的認識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有跟無的問題 今天你說一個智人對不對 我們知道前面有時鐘 前面講那個一鏡四見比較好啦 魚來看是家人來看是水 鬼來看是蒙火對不對 天人來看是流離 不管眾生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討論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劍這個問題對不對 魚有劍嘛 鬼有劍 天人有劍 人有劍 這個劍能不能成立呢 依這個龍數來看這個劍是不能成立的 它不能成立的意思是說 它沒有本體 本體論那個意義上的存有 這個東西 就剛剛同學問的問題 在基礎的生物 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 共同的那個見地叫做我是存在的 那個是最 儘管那個像草鯉蟲這樣的生物對不對 只要它是有情的話 它都自動會去避開一些危險 會去喜歡它比如說那個飛蛾會撲火啊 像這樣 它們都會有一種生物的本能 但是所有生物 它都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就是我劍 這個見地不會是哲學性的 比較多像那麼基礎的動物 它都是一種 一種情感性的執著 在佛教來講 這個叫薩家爺劍 它不是透過分析是聚生的 但是你要對峙它 因為它是像本能一樣的東西 知道嗎 只有人喔 可以把這種我劍 把它組織成一種叫 分別我職知道嗎 我們會去找到這個自我 是怎麼被認識的 這個自我的性質是什麼 我們能夠描述它 我們才有辦法去破壞它 你要知道說我 到無我對不對 譬如說那個什麼洞中禪 就是你每天這樣驚醒 你就本來現在是我嘛 你知道我在那邊驚醒嘛 然後你越來越細密 你就會看到無我這樣嗎 就我到過渡到無我的那個 我們說從無明到明 就這麼簡單喔 去這樣走路就好了 你認為呢 或是像禪宗一樣這樣 一棍子打下去 你就馬上從我到無我這樣嗎 這個叫道的次第啦 道的次第我們最基本的 我們說那個佛在阿涵講四聖地 對不對 那是不是語言文字呢 這都不用 然後你是從怎麼從我到無我的 瞎貓碰上死耗子嗎 這不是傳統哲學 不是傳統佛教講的 你就算禪宗喔 他打你踢你一腳 捶你一拳 這不就是方便嗎 他總是要有個歷程嘛 對不對 那至於這個歷程經典上有教導啊 對不對 誰告訴你語言文字就一定是錯的呢 好這樣了解嗎 如果呢 我們 我們 我們總是日常經驗說看嘛 那事實上 透過這種解構 這種解構哲學來 我們就不能說我看 就是不看 其實那個不看就是對看的否定知道嗎 這個否定是指他在本體論跟認識論的基礎 是不存在的 了不了解 對不對 如果我們能夠從日常生活經驗當中呢 去 用解構 就是 隨順盛益的官匯啦 知道嗎 這個就是一個解構的立場而已 那我們會知道說呢 所有的經驗跟現象都沒有基質基礎 他不會有一個本體的基礎 譬如說能見的是什麼呢 我們是找不到這種基礎的 那為什麼沒有說能見呢 那他只能夠在那個 我們日常的實用目的 他只能在種種條件限制下 我們有 有這麼說的理由這樣而已 你找不到證明 但是你可以說 我是依著這些條件而如是說的 像這個就叫做世俗地知道嗎 世俗地是有公認 有他實用的目的跟 我們日常生活能夠交流訊息的這種作用 他是有作用的這件事 這個就是正世俗 否則他就是 不是正世俗 知道嗎 那我們知道這些正世俗 並沒有一個實質的基礎 這個就叫不見 你能夠從見 看見裡面的經驗去 不看有沒有 不見 知道不見是他的本質的話 那就這個叫做不看而看清楚 這樣了解嗎 問題就是說 你能夠呢 在日常生活的經驗裡面 去很深刻的認識到 這麼一切呢 都沒有他的本質啊 這件事情如果你能觀察的上來 那就表示你的般若在增長 這個就是解構哲學 那解構哲學他不提供見地 他所做的就是治療 知道嗎 中官不是提供一個具體的建議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那個第一堂課 大家有來嗎 還記得這個嗎 教化提供的是什麼呢 他提供的是一種治療 那系統哲學提供的是一種建議 那系統哲學提供的是一種建議 一種一種 一種解釋 他建議你 應該怎麼解釋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呢 是由心跟物 這兩個範疇的東西組成的 這個就是一種解釋 一種建議知道嗎 他把我們的 那就這樣我們就有一些本體論的 本體論的問題 就從這個預設開始啊 這個世界如果分作心跟物對不對 二元的 那問你心跟物是怎麼 怎麼交流的啊 我看到一個美女對不對 美女可能是一個物理性的存在 是一個外在的事物對不對 然後我心裡面會有愉悅的感覺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心一個物嘛 問題是有什麼東西陷起 你心裡面為什麼會感受到高興呢 那這不是說自然嗎 自然的事物 現在我 這不是自然的事物 這是 你們對小指弦的供應 對不對 這個要怎麼解釋呢 我們用這個一個譬喻好了啦 這個譬喻很難譬喻 在那個心物二元論來看 心跟物是兩個平行線 他們不會有 所謂存有就是說 譬如說 我垂我自己 你不會覺得痛對不對 那就表示我們是二元的 就是我們是分開的東西 了解我的意思嗎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這樣講好了啦 從生理學來說 我們用一把刀扎我們自己 我們會有痛覺對不對 痛的感覺是心 然後物理上受傷這個是物 知道嗎 這樣比較好解釋 就是為什麼這個細胞受傷了對不對 我會感覺到痛呢 為什麼 當然我知道很自然嘛 但是對那個本體論我們已經開始把這個世間分作心物這二元 我們就會問這樣的問題 靈魂為什麼會對肉體的傷害有感覺 為什麼 靈魂應該是那個概念就是說 他可以離開身體 繼續活下來的嘛 這基督教也承認啊 離開了也所有靈魂嘛 這個肉體消逝了對不對 我們就不會對這個肉體有 就是他就在別的地方嘛 但是為什麼他存在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想像的啦 那靈魂會跑掉有沒有 但是靈魂在這個身體裡面的時候 靈魂對這個身體會有感覺 這個感覺是怎麼交流的啦 我身體裡面有個靈魂是嗎 你身體裡面有個靈魂 但是你的你身體上的感覺 我這個靈魂感受不到 對齁 那我這個靈魂跑掉以後 對這個身體也不會有感覺 對齁 那為什麼靈魂在的時候 他跟身體是怎麼交流的 他怎麼交流的啦 讓你的靈魂有感覺 就說胖啊 重啊這個感覺怎麼感覺出來 對對怎麼怎麼感覺的 怎麼交流 比如說 我 比如說兩個碉堡齁 我說我這邊受到攻擊叫你來支援 我們怎麼交流 用電話啊 好那靈魂跟這個肉體怎麼交流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哲學問題啦 到今天為止沒有解決過 但是我跟你講跟各位講就是說 那個前提是 這個世間真的就叫做心無二元啦 那這個問題就會變我們必須要攻克的難關知道嗎 就我知道有人可能會覺得這個 啊這是什麼問題 但是我跟你講喔 這種問題只有哲學家會問 就你戳自己會痛這個還要問嗎 但是哲學家就會去問這種問題啊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這個問題太無聊 對這 但是那個 你如果對這些問題有 比較能夠思考的話 那你讀中論才會 才會知道他要幹嘛 了解我意思 你知道這個的困難了嗎 知道喔 真的 這個就是要打破分析 對 凡事喔 所謂的解構哲學喔 就像那個 映順導師在那個 陳佛之道裡面講的 他說呢 這個叫隨順盛益的關會 知道嗎 隨順的意思喔 勝益益就是 一切法不可得啦 這個叫勝益 其實就是說你的治療是有成效的 你現在也能夠說不見 而說我看見 那個不見就是你 深刻的去分析 發現這個見不能成立 所以你說我不看而看到 因為不看而看清楚 就是這個意思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波爾金為什麼一直跟你講說 一切法 什麼不可得啊 無所得啊 對對那個分析就是從中論裡面來 那個無就是不見嘛 不看 那不是他本身就 因為眾生只有了之下 他破你這個有 你破我 破這個所謂的種種的見證 對啊你怎麼破 怎麼破 他就告訴你一無全無啊 對啊 你有全有啊 你的有就是錯誤的觀念 對啊怎麼做嘛 他就告訴你無無無你知道 一入無無 那無是什麼意義嘛 就是無的時候你就是不要去思 再用種種的邏輯思想來去解釋 那邏輯思想還是有啊 來解觀 他的無就是你不要再解說 你的無就是 拋棄 這怎麼拋棄 拋棄一切的見解聽聞 一切見嘛 一切見解聽聞 這個拋棄是什麼意思 住口 閉口 既然無見你不當無說 這個見解就是錯誤的 那那我問你 我說也是錯誤 我思也是錯誤的 吳云全是錯誤的 對對啊 那就是說我們把自己的腦子關掉 對關掉 其實這樣子 我要讓你解脫很容易啊 我就一棒子敲昏你 比較好 然後呢 你各位 如果 第六意識不動是什麼時候 就深邃的時候 或是你修無想定 要變我們修行就是要去睡覺 要不然就是我們去修無想定 問題這不是解脫之路啊 或者第一個你要先要有這個觀念 對啊 對啊 但是你說把 不思嘛 我就講兩條路不是睡大覺就是修無想定 對就悶絕的時候嘛 他必須要有這個 不能存有 存有的這個思想 你可以去睡 你睡的時候就不深睡的時候本來就不會有第六意識啊 對啊那你要睡啊 你要睡 那修行就睡覺囉 對啊你這樣子自欺欺人說法嘛 我認可這樣子 所以 這個就是 這個叫做借鏡取見 就是從錯誤的認識 而有的 錯誤的實踐宗教的 宗教行為 就睡大覺變成一個高尚的行為 對那就是一個失敗的宗教 因為不會有人信的 就變大外道 對 對 不是說根本沒看到 對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就是說 從見地裡面去治療你的執著嘛 就我剛剛講就是一個治療 治療必須要有個歷程知道嗎 所以呢 佛陀都用說自己的言教是藥慾 他說這個空是個藥 空就是無所得嘛 這個藥吃下去以後 你病好了 他也應該要藥 藥性要去掉 病好了那個藥 藥性還在 那個就空不空嘛 所以他說那個空意思空就 18空裡面有空空 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空呢 是一種藥的作用 要取他的治療的療效 若見有空者諸佛所不化 你不要把那個空當作一種正確的認識 知道嗎 他不過取他的治療效果而已 所以在這個立場上 龍樹說空意思假明 他就跟我們私設 這邊有一張桌子這個私設是一樣的意思 他在我們的執著裡面起到一種作用 一種治療作用 有作用這件事情 就是假實捨 所以空性易名為假明 那佛陀有一個殊勝的 我們說他有一個殊勝的地方 他跟 屁之佛不一樣 就是他能夠建立這種治療的佛法 知道嗎 原文字是一種藥 他能夠治療你的執著 你沒有透過這個 沒有辦法從我到無我 像你剛剛講的那都不會是方便 因為非常好辯駁 所以你不能夠 堅持這種立場 你知道嗎 如果你堅持這種立場 不可能會有什麼 結果出來 老師現在 現在我們今天講 你種種的言人說 可是如果這個聽聞者 他沒有破除我見 那你這個人種種的言人說 不是還是在我見之中嗎 那你這樣種種的言人說 是不是可以解脫了 還是不能成立解脫啊 那你這樣既然不能成立解脫這種的言人說 還是錯誤 沒說幾國 因為不能破除我 你知道嗎 你今天我們講說 從 從佛舟 我們今天講 我們這樣講好了啦 榮術呢 榮術的哲學自己本身 也設定了條件 沒有一個 什麼叫阿鐵陀藥 沒有這種東西 他都是針對 眾生失色的嘛 所以他都在一定的那個 語境裡面 榮術的語境是針對 武士具足的人說的 這個要承認 武士不具的人這個就不會是謠 會有那個什麼 捉毒蛇的問題 榮術有 自己有這樣評價 自己的那個 就是他解釋 是波爾金嘛 或是說阿涵的生意也可以 會有一些限制 但是就是說 佛陀有把握跟我們說 他說 這個只是信任的問題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證明說 他一定就 對啊 都要從效用來講 不是這樣嗎 但是佛陀 在成道的時候 他本來不願意說法 後來傳說就是 凡天來 來請求他嘛 請求說他要慈悲為眾生說法 那 經文有提到一段就是說 世尊 就觀察一下世間的眾生 還是有得度的可能 所以他就出來說 宣說 那所宣說的教法 譬如說 當時候的外道 他們的哲學 就是整個神學或是哲學 他的核心就是我 而且我們人生的目標 第一要務 是唯一的責任 就是要去認識這個真我 佛陀就提出一個無我的觀點 你會發現 他所有的 理論呢 都是圍繞的 這個 破除這個我 自己沒有另外的 意見 你說 這沒有我 那我們的輪迴怎麼來 他不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剛剛講那個 解構哲學的立場 他是沒有見解 他提供的是治療 懂我意思嗎 那治療的效果 治療會有一個效果 證物 就是對一切法 對他的基礎 並沒有再有任何的 這種 我們說無名 你不會覺得說 你所言所見的都有其實質 這種意見 已經平息了 那 到底 你 你到底就不會像我們凡夫一樣 去追逐一些虛妄的事情 這個虛妄這兩個字呢 是針對我們有 知識的人 而說的 他並不代表 這個世間 就好像 幻境一樣 他並不提供 這樣的建議 說 這個世間 應該什麼叫正確的認識 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他不提供這樣的 建定 提供的是一種 在我們的意見裡面的 種種錯誤 這樣而已 只要糾正這個錯誤 知道 凡事凡惡呢 都是由 嚴格的條件 所限制的 如果你要 超出這些條件 去 體認他 就是去論述他的本質呢 這就是一種危險 那是一種法質的表現 知道嗎 比如說我知道前面有張桌子 這是一種 限制在條件裡面 我可以這麼說 對不對 我們的跟 我們的鏡 都沒有錯誤 我說我前面有張桌子 這個是世俗地 對不對 但是你以為 這些世俗呢 是由一些 盛意有的東西 所支持的 那麼他就是一種無名 所以盛意 叫做一切空嘛 但是呢 譬如說 維世嘉 他也會承認 世俗 我們說我們前面 有張桌子喔 中觀來看他是由條件所構成的 這些條件呢 並沒有 本質性的東西作為基礎 了解嗎 他的理由就是 你要透過種種種的 解構的哲學去觀察 知道嗎 能夠看到 這些條件 沒有本體論的支持 就這樣而已 他不另外再提供另一個 的見解去取代他 了解嗎 但是 譬如說我們跟維世學做一個對比 他就會有不一樣的觀點 他也承認世俗種種條件 構成的 但是在盛意上呢 並不空 因為他 在盛意上我們可以 追尋這一切的條件是來自於世 老師為什麼說維世他並不空 因為再類別人講 世信本空也是本空 他不是說沒有存有 所以在盛意講 他世信是本空嗎 他的空是他空 他不是說沒有存有 沒有 存有的就是世 一切世所變 心如彩化世 心如公化世 對 因為你在 你講的外表 所而分析空不空 然後我要講 他是方便 不是 你先聽我講 他你就會看到 他在盛意上並不承認是空的 他認為這些條件 必須要一個基礎的基礎 必須有個基礎 事是所有存有的基礎 他認為這個可以解決一切 本體論 認識論的困難 比如說 在為事的體系 他就沒有心物二元的困難 因為他只有一元 所有的事物都是事 那就不會有心物怎麼交流的問題 那在我們最後一節是講為事的困難嘛 在月稱就有講為事是困難 沒有辦法承認 屬於為事還是乳癌障 你把他分析 楞潔金 楞銀 楞銀金是乳癌障的 是乳癌障的嗎 對啊 是 他說那個一切 因為 跟 那個 譬如說我們看到那個劍 他就認為劍性不滅 我說沒有外境的時候看到什麼 看到暗 劍性不滅 楞岩清講的 有嗎 如果有怎麼辦 我們講的是劍性 他講的是劍性只是在顯這個色而已 對啊 劍的作用只是在顯色而已 就是能見嘛 能見的不是 我們 不用去講 對要上課 你看這個課程又拖過了 聖意是空性對不對 中觀講的 但是呢 有中一定會有聖意的存有 那個聖意的存有就是最基礎的東西 他認為 世間 就是從這最基礎 我們輪迴或解脫都是從這個基礎 在講的 那他就不會是聖意空 知道嗎 他是 當然啦 那個 維世嘉講的空 就是原誠實 指的是虛妄那一份去掉以後 剩下的東西 那他有一種 就事的本質就是空 用空的名義去表達 最後認識的東西 他就不會是凡夫所認識的 沒有這麼多望子對不對 雖然我們還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說我們看到什麼 但是我們知道 這些限制在種種條件下所 描述的東西呢 是沒有本質的 那他是由總統條件而這麼說的 所以條件變了 他也會跟著變 所以這就叫無常 無常 無常就是苦啊 那他的深刻的本質呢 是 沒有本質的 就叫做必進空 所以呢 在這個結構哲學裡面 他就符合了三把印 涅槃極境指的是什麼呢 我們的煩惱因此得到降服 這種降服是最徹底的 不是像用定力一樣 而是 我們能夠 認識到事物 本來就是 緣起的 解決了我們自己的煩惱 然後沒有煩惱的人呢 所造作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那個中道有沒有 行之中道就是他不會用自我的立場 去載字萬物這樣 用這種 心物二元式的來認識世間 那就載字跟 是這個 這些本質的問題 沒有 所以這些中道的人 人生就是應該是一個 自由的 他不限制在種種的 本體的 限制 去行事 可以這樣講 沒有這些煩惱不造業 那就不會有 破業苦 好 那 就是 這些 勝義悟道的空性 另外一方面的那些被嚴格限制於使用目的 有持育概 就是我剛剛一直提到的 為什麼我說前面有一攤水 我們並不能夠離開他使用的目的 這些語言跟這些概念 都有使用的目的 什麼意思呢 我憑什麼說我前面那張水呢 因為這個水拿起來喝 清涼 他能解渴能洗手 這個就是 使用的目的 我們 不能夠離開這些使用的目的 去說那個水是什麼 但是你會發現我們 不管用本體論或認識論 都一直在證明我前面有一攤水 企圖證明 這個使用的目的只是說明 我很有理由說我前面有一攤水 知道嗎 這個叫使用的目的 這些詞語這些概念 都嚴格被限制在這裡 知道嗎 你不要把它擴大到一個本體的存在 那這些 就是說 這些語言在語境內完全耗盡 就是說 你在我們 日常生活使用目的的語言裡面 另外找不到證明 他就是被嚴格限制在 語境當中的存在 知道嗎 你沒有辦法 離開語言去找到他的存有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時候的意義跟實相 只是世俗語言來做定義的 他們所指不外乎各種 各種 各種想跟情感 種種談話跟活動 我們 所能知道 談論的東西 就是只能夠限制在這裡 我們自己 個人的感受 就是我知道 前面冰冰涼涼涼的這個是水 還有我們日常生活的談話跟活動 這個水能夠用來滅火 等等的這些作用 都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發生的 這個 水就是這樣而已 另外你 不要 不是不要 就是你找不到 這些水的本質 好這個就是 兩個真理中的第二個 就叫世俗地 聖意地找不到 就空 然後 在世俗呢 都是在 種種條件 對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實用目的 只能夠是限制在這 其他的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那 如我們 我們應當 應當 如實的 完全的 如他在互相 滲透的各種關係所構成的整體情境中的真實情況 來看待世俗地這個真理 所以呢 佛說惡地這個地是真理的意思 世俗呢 世俗的真理 就是 我們用 使用 使用主義的語言來講 這個叫 小血的真理知道嗎 就我很有 說我前面有一張桌子 這個桌子 沒有本體的存在 所以他不是大血的真理 但是我說的這句話是小血的真理 因為他在我們日常生活 我現在是不是用這張桌子在 寫字呢 我是不是用這張桌子在吃飯呢 這個都是被限制在日常生活的語言跟活動裡面 他就是這樣的存 他就是這樣而已 另外沒有本體論的證明 知道嗎 本體論證明就是 我試圖去找 這張桌子是怎麼存在 是什麼東西構成的 我發現他可以被分割 那分割到我就最後面會生出一個極為的概念 這個就是我在 語言活動 另外要找到 語言之外的東西來作為 我說我前面有一張桌子 桌子這件事的證明 了解嗎 這個就叫做 分別法治 就你建構種種的理論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 拋棄掉這種 值實的問題 我們就能夠承認 日常生活的經驗 譬如說他禪師他開悟了他說前面沒有一張桌子 風貢還是翻動呢 是你心動 就是他動不動 我不知道這句話正確解釋是什麼 但是有人解釋說 就不要管他你心不看他就是動不動關你什麼事對不對 那我們遇到這種蠶吃怎麼辦 我們就必須好像要找到一個語言之外的證明 我要去用語言之外證明這邊有張桌子 然後我就開始做總統分析說 我前面有一堆集圍 所以證明這邊有一張桌子 類似這種活動 這個就是 偏離了實用的目的 因為他呢 試圖在形額上的客觀概念 然後偏好就是說 你根本就是一個預設 譬如說我已經預設這個世間是心物二元了 這是一種概念的偏好 是誰規定說 是上帝規定這個世間就是心物二元嗎 我們只能夠用這樣來考慮這個世間嗎 對不對 佛教分做什麼呢 佛教分做五運嗎 這個世間就分做這五運嗎 對不對 那五運怎麼互相交流的呢 這些都是問題 這些如果我們把世尊的話 當作 當作是一種客觀性的概念 那我們就會去分析 那他這樣就會忽略 就是 試圖忽略 或者是說 超越日常生活 就是 在我們的語言之外去找到 桌子是怎麼存在的這種證據 像這個就是超越我們日常生活 這種任何的努力呢 從本質上都毫無意義 因為他就是走入歧途 他從巨生的法質 發展到分別的法質去了 那榮術的終關論就是證明了這件事 像這種哲學性的活動注定都是失敗的 榮術的那個閨謬證明 就是證明了這一點 不可能成立的 那換句話說 我們只能夠接受日常生活的語言 他並沒有這種本質 才能夠如實的接受日常語言所帶的矛盾性 這樣講就是非常抽象的哲學 但是沒辦法 我們那個 終關就是 我們世間的科學家 世間的哲學家 似乎都 都要在 找這個本體 這個是這樣 似乎都 一套語言 一套模式 來一直靠 我們可以分做兩個層面來談它 第一個層面是 再愚蠢的生物 在基本 在最 比如說草履蟲這樣的友情 他一定都有髮質 這種髮質是巨生的 因為他知道他吃東西他才能活 我質是最肯定 他一定最保護我 因為你要殺他的時候他會跑 那代表有一種本能知道嗎 這種本能就是 佛教講的巨生我質 然後呢 只有人有這種能力 去描述這種巨生我質 是什麼意思 那就叫做分別的我質 或是分別的髮質 那就把它描述 就是把它清晰化 只有人有辦法做到 那現在我們要去破壞這個巨生的我質跟髮質 必須要從分別的著手 本能的事情你很難改變它嘛 本能啊 你本能就有求生的意志 那個要怎麼改正呢 如果這個求生意志是錯的 不要說錯啦 好像求生意志沒什麼錯 就是你要解除這種 因為我們 求生的意志就是根據一種害怕嘛 害怕 存在的東西 存在的自我要消失的 這種害怕 我們怎麼消除這種害怕呢 必須透過分別的我質 深刻的去理解 分別我質是 無所有 我們愛著的對象 那個我是無所有 你要從這樣的認識 才有辦法動搖到巨生的我質 所以 從我 無我 從我到無我 他必須要有一個 我們說 哲學治療的歷程 這樣 各位 我覺得 中觀哲學 就是 他的那個 理路就是很清楚 不會像那個 宋代以後的禪宗 就是比較不著編輯 這樣 剛剛講 如果我是一種錯誤 我們都要無我 對不對 他必須要經過一個過程 對不對 這個過程呢 我們已經講 很多遍了 叫 隨順盛益的官惠 隨順盛益的官惠 隨順盛益的官惠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透過種種的分析 不看見的就看得清楚 透過 分析 去確認 盛益 是空極的 世俗是我們的經驗對不對 然後他沒有本體的 那個存在 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一切空 你能夠透過這樣的觀察 才有辦法確認 這個是 盛益是必須空的 那為什麼叫 隨順盛益呢 就是這種觀察 是隨順盛益的 盛益是什麼呢 就是波爾金講到那個 無分別制的氣正 無我制的正德 就是 我對那個巨生的我執 對不對 已經完全的 降服了 那個就叫做 盛益嘛 就是你 你有一種力量 那個無所見 無分別制 這種智慧 能夠降服我子 降服這種 見地 這種力量 這種力量我們可以講這個叫聖人的境界 所以叫盛益地 這種觀察 他是隨順這個盛益的 就是你透過這種觀察會 我到無我去 這樣 那我現在講說 我需要 因為 觀察這個我 無我 隨順大波的波羅蜜蜜 我已經 我已經成就盛益益 你要吹大牛 我能阻止你嗎 對啊 你還好意思問我 那我說我這樣子 我就跟你講啦 第一個這個是基於我們對佛法的信任 如果你連這一點都懷疑 就是說我們那個三藏你怎麼保證這樣就能夠 那個 這是一個信任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想說 誰吹 觀察 który教這個聖人的 不想說 就是大波羅波羅蜜蜜蜑 too 今天所說的這個 這個文字語言 是不是 この文字語言 我親口講的 論是菩薩做的 後人做的 就是比不上佛陀這樣 其實跟你講 經典就是一個結集的東西 他也是人去寫的 大乘經還有一個來源 就比較有趣 有的是起檔來講的 你知道嗎 就是有宋代 我不知道是魏晉南北朝那個宋 還是那個我們那個宋 好像是魏晉南北朝 這個是在那個弘明集裡面講的 他就是說有一個女 童女大概十幾歲 他就會像那個芙卵這樣 你知道嗎 他就閉著不是起檔 就閉著眼睛開始講一些經文出來 然後就趕快人家把它記下來 然後這個經就流出去 那是天人來講的這樣 那我們說這個離奇一點 那你說那個瑜伽斯蒂頓不是彌勒講的嗎 對啊 那不是也很離奇嗎 總之 經典產生 他怎麼產生的 離不開這些事 我們說人間的軌跡 哪有什麼 佛又沒有親自 又沒有著作 對不對 那這是人家的惠己嗎 那只有只有漢地的人喔 不知道是著了什麼魔這樣 他就會嚴格的去區分這個經跟論的界線 你知道嗎 事實上這個界線 並不如我們想的這麼的明顯 什麼叫佛親口說 但是就是說這個問題其實也很容易解決 你知道嗎 但是就是說 為什麼有一些傳統的人士他這麼反對這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必須把自己的教義 建立在一個不可懷疑的基礎上 所以他們會去編造這樣的歷史 對 但是 不是 對這樣你講的好 那我們的神聖性由哪裡建立呢 對 但是你要考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這是後人編輯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提出 這些佛教還是可以讓我們所信仰的 這件事比較脆弱呢 還是第二個就是 我必須要堅持這些經典都是佛親口所說 你認為哪兩種說法哪一個比較脆弱 對啊 就是見仁見智啊 我認為啦可以區分啦 法型人會認為第二個比較脆弱 性型人會認為第一個比較脆弱 了解嗎 所以這個爭議是必然有的 經典也是人去解擠的啦 都是人傳出來的嘛 是在座哪一個是親耳聽佛講的 但是你不能看到前面說 如是我聞你就說那絕對是佛經啊 但是那個老子畫胡經 他可以前面也可以寫 就是說佛陀是老子去那邊 都可以 我這樣加你就要 那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說我 這樣談就越談越遠了 就我們要把握就是說 中觀的那個方法 從我到無我 他必須要經歷這種治療的過程 這種治療的過程呢 就必須依賴文思修 知道嗎 避不開必然的 你如果避開這個 你怎麼治療你自己的無名呢 好 那我們說 承認了這個世俗地的特質 就是他必須 他本來就有語言二元性的矛盾的問題 還有他必須限制在你的經驗 你的語境裡面 但是你如果要找到形額上的根據 就是你會擴大這個經驗 擴大經驗就會變成一個悲劇 知道嗎 因為你就會 譬如說剛剛講那個波爾 波爾無知 波爾無知 我們就睡大覺就好 這個就是一個錯誤的認識 錯誤的認識導致錯誤的行為 外道那個臭的認識就是 聽起來不會覺得有什麼傷害 但是他把它擴大 變成一個終身奉行的準則 那就是一個悲劇啊 就是為什麼有些人他 那個 我們說那個無禪外道 到今天還有 他叫Agori 知道嗎 我講過嗎 他吃屍體 喝那個尿 吃大便 然後他身上不穿衣服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過生活呢 他的道 他的道行 他的宗教實踐 是來自於一個信念 就是這一切都是犯 這一切都是犯 而且本質是常樂我盡的 我們虛妄的人才會對虛妄的區別呢 真實就是會去反映這些真實的區別 在聖意的立場上來看 這麼一切都是犯 所以呢 黃金跟大便沒有區別 他們是這樣來說的 因為他們都是犯所變現的 他們的本質都是清淨的 那虛妄的人就會 愛要黃金捨棄狗屎對不對 但是這些Agori這些行者呢 他就是奉行一切無分別的教義 你會怕大便他不怕 他認為他就是克服了這種虛妄 你們都不喜歡屍體對不對 他可以吃屍體 你看 為什麼 理由是什麼 你們都覺得這個臭惠那是 愚痴啊 我們來看這一切無非是犯所顯 這怎麼越來越講越來越像那個殘忠 這一切呢 都是 那個犯所顯的 一切都是清淨的 如來眼中都是那個 黃金為地什麼 他就是 他不會覺得這個東西是臭惠的 那你講 他這樣子的 他有沒有所謂的 沒有啊 因為這個 我現在不是在講嗎 他們叫 在佛教講這個叫無禪外道 對 他們本身在他們的這個 是我的行為上 有沒有這個快樂的感受 有沒有快樂的感受 他們自己都會 因為你想說 今天雖然說我是國事外道 譬如我說我如果我是這個外道 可是你說 你在佛法上學習這麼久 可是你也沒有 你可以問他他快不快樂嗎 對 我覺得不是 就是其實你就是在問一個瘋子 對啊 一加一等於多少 一樣的事啊 如果他跟你講三 如果你們在沒解脫以前 我也是一個瘋子 跟他一樣 我問你啦 你不懂算數 你去問一個瘋子說 一加一等於多少 他跟你說三 那你的評論是什麼 你用得著評論嗎 你問他快不快樂 沒有什麼意義 你知道嗎 我沒有去去我講學佛三 學佛三幾年 你快樂嗎 你有沒有解脫 我覺得齁 問人家個人的體驗是什麼 那沒有意義的事情 沒有意義的事情 沒有意義的事 你問妙禪 你說他很快樂嗎 你要送兩千二個車給你 你不快樂嗎 問他快樂跟你 對你有什麼意義呢 我不會因為他快樂而說 你這個宗教是有意義的嗎 你的學習依靠一個人的經驗 那就是一個非常錯誤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討論都是在公眾的語言 可以被檢視的東西 個人的經驗沒有辦法被檢視 然後你去相信一個個人的經驗 用這個理由來說 我必須跟你學 那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世界的學習是學習 所以齁 一個課一個老師一個學生這樣 你這個就叫做信心人知道嗎 對人有信心 對法有信心是說 這個論述可以被檢證 不是涉及到某個人他要非凡的體驗 因為對我來講沒有意義 對我來講有意義的是什麼呢 我能不能夠 我的無名是怎麼 怎麼不是說我啦 當然是普遍性的問題 我們都能夠共同這樣講 就是說人的無名 用人第三人稱 人為什麼會有無名 而不是說我為什麼 為什麼你的無名沒有的 我有無名 不是你跟我的問題 而用第三人稱 那就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叫人有沒有 人的無名是怎麼解除的 那就會比較普遍的論述 那不是涉及個人 那我們就可以去講 你說人為什麼有無名 無名怎麼定義 那無名怎麼解除 這個論述喔 這個看起來沒有邏輯的問題 這個道理可以說得過去 這個道理可以說得過去 那所以我可以接受 這個是法型人 經典鼓勵我們做法型人 因為根性立的人是法型人 這沒有什麼意思 其實這沒有任何的意義 就是說別人正不正悟 是跟你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你重要的是說 他應該有教導你正悟的這種 這種巧慧 就算他本身不是聖者 但他能夠傳遞聖者之言 可以讓你有機會解脫 他就是一個老師 然後一個聖者 譬如他是屁之佛 他沒有那種能力帶你開悟對不對 你共養他會有福德 但是你共養他你不會得解脫 一樣的道理 那個解脫跟那個人的體驗 一毛錢關係也沒有 我覺得你這樣講話好像有點怪怪的 你才怪怪的 老師我現在講 既然你講的你講的就是在裡面 為什麼他自己不能解脫呢 既然他講的是聖者 為什麼他自己不能解脫 那個是條件啊 你五世俱足了 你就能解脫 但是不能夠說 沒有解脫人不能帶你解脫 這是一個錯誤的見解 那因為現在沒有聖人 所以我們現在佛教就應該解散 你知道嗎 老師講的 老師 那我們講這種所謂的菩薩道 什麼叫做菩薩 菩薩是自覺覺他 覺醒一晚 但是有凡夫 只要發這個意願 就叫做菩薩 對齁 這虛菩薩 有凡夫菩薩 有敗壞菩 這麼多菩薩 你一定要挑一個聖意菩薩來講 這是以偏概 空性是假名 以不見而見 以無證物而證物 空性不離開日常生活語言的認識論 跟本體論的事實 空性不是本體論 也不是一個認識論 空性不是萬物的本質 也不是一個認識論能夠認識到最正確的認識 比如說什麼意思 我要講的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他說空性是所有萬物的本質 不是說空性本身 而是空所顯性 我們應用空性 解構外道所說的我 我們就可以認識到一個真實的我 那個是佛教認識的真我 這個就是在認識論上 去說空性有個東西在那 了解嗎 了解有意思嗎 本體論就直接講 那個東西最後能夠被認識到 最高的就是像上帝 你認識到上帝了 那個最高的存有 他本身就是一個萬物就是他 知道嗎 就是情與無情同一個種子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在終關的立場 空性呢 並不是這樣 怎麼不見了 空性不是離開日常生活 就是我們 我們還記得那個agory 那個外道 無常外道的那個經驗嗎 就是世俗的日常生活經驗 你知道什麼是黃金 什麼是狗屎 日常生活知道對不對 但是他們的修道 都是離開這種生活經驗 去認識到我們平常人不認識的東西 比如說他就幻想這世間的 都有一個唯一的本質就是飯 所以他用這種認識 來取代日常生活的認識 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換句話說 他的哲學是完全是階級性的 聖意喔 聖意是最殊勝的理解 他跟我們的世俗呢 完全是兩回事 聖意喔 一切是清淨無礙的 同意嗎 同不同意 然後呢 世俗呢 又有敬會的分別 有區分啦 然後他說這個區分是旺的 這個是死的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聖 這個是烈 這個是烈 對啊 我們幾乎佛教的講錯師都是這樣 也是這樣分裂 就是很危險嘛 所以烈等人要 要拿2000萬給高尚的人買車嘛 對 對 就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這種哲學就是會 會承認階級是合理的 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後面的文化的問題 但是我們講 他的根源就是這樣的形而上學 然後呢 聖意一定不跟世俗站在一起 高等人他看到的東西 跟我們平常看到的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他是正確的認識 我們不是正確的認識 對不對 然後 他就跟我們有爭嘛 同不同意 跟他有爭法還是他跟我們 那就是看誰拳頭大嘛 就是你說的是輸贏的問題 知道嗎 那基本上這一些他的信眾 就是被他降服的嘛 是 他相信說他的體驗是真實物的 那 就是有證嘛 請問這是 這樣的惡地說是隨順的嗎 在他的性質來講 是隨順的 不隨順啊 什麼 不隨順啊 為什麼 因為他的信眾不會不會吃大便嗎 不會把 不會把狗屎鎖在保險箱 然後那個 撿到黃金就趕快 笨斗掃一掃丟在門口 會這樣嗎 這樣我們講這個叫瘋子嗎 他的信眾哪一個 如果他信眾是瘋子 那誰拿錢供養他 對不對 他不會 他可以瘋 他信眾不可以瘋 然後信眾還把錢給他還說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像你這樣子這樣 還要很自責這樣 那就是佛教的借鏡取見嘛 但是借鏡取見不一定 不一定像我講的這麼的激烈 這麼激烈只發生在印度這種神奇的國度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他比較細膩 就是基本上他會 他也會講一些世俗喜歡聽的東西 印度比較奇特 像這些 有剩意的人他告你 殺父殺母成就阿羅漢對不對 但是我們是一個純樸的國度 他會用 他會用儒家的語言去包裝 會讓你覺得他是一個友善的宗教 但是其實他的本質就是一個階級的 一個分成邏輯知道嗎 但是如果我們要這樣講 其實我們的叛教也挺危險的 傳統的叛教體系就是一個階級 就是一個階層 他的邏輯體系是有等級的 有烈等跟高尚的認識 知道嗎 像這種認識就避免不了教主的存在 但是我跟你講中關不會有 是因為中關的空性呢 世俗是必須依止的 必須依著世俗地才有勝利地 你試圖在日常生活的認識 你試圖在日常生活的認識 去用一個更殊勝的認識來取代他 這種就不是中關知道嗎 中關去正世俗 去討論正世俗的本質 發現他沒有本質的基礎 就是聖意呢 就是聖意呢 是空的 這個空性是假名 為什麼說他是假名呢 第一個他不離世間 所以表示第一個他是條件的存在 知道嗎 說他是空這件事是有條件的 他不是說懂我的意思嗎 懂不懂 我們說齁緣起就是說 我們說有這件事 他是種種條件我們說他有 對不對 空性也是種種條件而說他空的 所以他就是假名 空不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知道嗎 然後空呢 不是隱藏在外面 等待著人們去批評理性主義的力量 來發現和擁有的東西 就是空最後不會得到一個存有 或是得到一種絕對的認識 比如說你說絕對的認識就是說 五根的境界全部都是虛妄都是錯誤的 所以我就不要看 因為那是說 像那個百丈禪師說的 他說波爾金已經為我們揭示一切法的真相 就是一切都是虛妄的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坐下來不與虛妄法相應這樣 那就是他的範疇就是這樣 他把四族分做 他認為喔 他認為喔 去除虛妄法 會有真實法在哪裡 他認為喔 所以呢 他這種否定喔 就隱藏了一種 更殊勝的認識在後面 只是這種殊勝的認識 我都不用語言去表達他 而是用否定的方式去暗示他 就像那個我們那個東廠講的喔 用暗示的最有殺傷力 知道嗎 就是你不用語言去表顯他喔 那種東西是最有魅力的 然後他就開啟了很多宗教師的創造 你知道嗎 否定怎麼否定 他可以用 否定所表述的東西是很豐富的 懂嗎 就完全不能用語言去表達 但是他們都暗示了一種正確的認識 也是在這個範疇 所以那個開悟的人 就跟我們不一樣 知道嗎 開悟的人 就是很多殘屍的故事就是這樣 就是人家怎麼樣他就不怎麼樣 但是我們講 他這是為什麼是假名呢 他沒有暗示一種殊勝的認識 一種特別的東西 空性呢 是一個世俗安利的假名 空性的本身 他本來就是一種治療的效用而已 他本身也是假名也是一種概念 這個都是為了現實 是被說話的人 為了現實隱含在他自己意圖中的特殊目的而使用 這個在說了拉丫丫丫 他英文比較好懂 我跟各位講白話 空性的目的只是為了治療你指食這個問題而有的而已 不能離開這個現實的目的 你去幻想有一個空的什麼東西 實在沒有 空性指的是我找不到他的本質基礎 就這個叫空性 這個空性的概念只是為了特殊的目的 就是為了治療我的我值 就是這個目的而已 所以在這個立場呢 我們可以說空性是真實的 是真實不虛的 說他法界法著這個可以講 但是這個講都是假名說知道嗎 真正的生意就是畢竟空就是這樣而已 或許只有把空性當作一個完全不直受和稱恨影響的存在 方式生存的方式 理解的方式和行為的方式 才能都是對他最佳的理解 換句話說 一個無執著的生命 就是空性要達到的目的 就此而已 可以說這個就叫空性 也可以這麼講 他就是一個藥而已 最後也不是什麼東西會留下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對空性的直接 就是我們最後的證物 就無分別字嘛 一部分人或各別人所聲稱的內容 與整個世間的有情生命和無情生命 所聲稱的東西融通和諧 直接認識到他的空性 也就是我所聲的證物空性 是菩薩無緣大慈的源泉 就是我們知道這種意見 我說我慈愛眾生這件事情 但是呢這種表達就是也是老話 你知道他沒有本體論的那個 在語言以外有一種實質是可以來證明這件事 確實無誤的 這是找不到的 慈悲是我們語言所建構 是我們人創造的東西 它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這種創造是有意義的 那有這種創造的源泉 就是因為事物沒有本質 所以呢 我們的慈悲可以無限的擴大 這樣了解嗎 譬如說我怎麼知道一個 我眾生都不忍心殺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種生命 擴大到六道去 這個就是我們的創造 因為這種創造是合理的 我們不需要去討論那個鬼 怕不怕死這個問題 懂嗎 現在有些人他去殺 他不吃牛 不吃這個紅肉 他認為那個白肉就是那個魚啊 第一個沒有血腥 第二個是他不會有感覺 魚不知道痛 這是我們慈悲的理由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說 不能吃肉呢 你怎麼知道牛會痛 就像那個惠師跟莊子的辯論 你怎麼知道魚很快樂呢 我們不需要為我們的慈悲 找到一個本體論的證明 你要去證明那個痛絕是真實的 而且是普遍的 那個痛呢 是我們的那個叫深處 就用佛教的語言 我們必須要先證明那個深處是確實的 那我們就要證明有深耕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的存在 而且他說這個友情所具備的生命 就是這五韻 有那個耕耕有沒有 深是不是 眼耳鼻鼻的深 那個深這個耕 是有的 然後從這個來證明痛絕是有的 然後來證明呢 我們不可以吃動物的肉 我們的佛教的慈悲 不是透過這種本體論的證明來說 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這種慈悲齁 都是我們的意願而已 懂我的意思嗎 空性其實也是一樣 空性跟這個不一樣是 空性是這種無緣慈悲的基礎 不需要理論證明 是我們 單純是我們的意願 了解我的意思嗎 不了解 所以慈悲不一定說就是去放生 慈悲可以有很多種創意出來 只要你能夠論述這個東西叫慈悲 然後你去實踐 那就是慈悲 它不需要有本體論的證明 然後呢 空性的作用 就是勸告我們 以某種方式和不執著的態度來行動 這個是古典中觀哲學家 在他們的住宿中 視為理所當然的佛教的思想之一 就是所謂的空性就是它的作用 不執著就是它的作用 目的也是在這 但是呢 眾多的西方詮釋卻只給空性概念 打上佛教互道學這個標記 就是空性只不過是反對別人 反對別人不是自己就能立除了嗎 這是叫佛教互道學 那個外國人是這樣來看待榮素 換句話說 它是一個辯論素 當然這個是不幸的 因為正是在這一點上 中觀學派對於理解本質 所有的哲學內涵有話說 空性這一中觀哲學的核心呢 只有作為對整個生活形式的表達 才經得起詮釋學的論證 就是說 我們要把空性不要認為它是一個辯解佛教 比外道更高的那個立場 而是空性呢 是對我們整個生活形式 就是徹底的檢驗的這個過程 我們要按照這樣的方式來詮釋中觀 那它才會得到它的異曲 這樣這個意思 那我們面臨的任務呢 是以這種方式來解釋空性 要想做到這一點 就必須要一開始 用心聆聽中觀哲學家 在其論述的總體語境中 到底講了什麼 到底中觀哲學對我們說了什麼 如果我們以 當然這個是一個學者的意見 就是我們以既有的這些知識 做一個先入為主的分析 那麼就不會得到 中觀的真實的異曲 這樣 那我要講的就是 重點就是說 中觀的哲學 為什麼說它是假名呢 因為它是 在整個生活形式的表達裡面 它才會有空性的意義 所以那個榮術不是有句話 不依俗地不得低意嘛 不得低意則不得涅盤對不對 低意就是我們在 隨順盛益的光會裡面所確定的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認識的本質 沒有一個認識論的本質 或是 比如認識論本質就是一個心一個物 認識的東西是存有的 它的本質是什麼 是是 這些意見 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們沒有離開這種 日常生活的看見這個經驗 去討論空性 如果 離開這個去討論空性呢 那就沒有意義 那我要講 這個 什麼叫做 直接表達空性 我再跟各位 謝謝 空性代表什麼呢 這個概念可以有 幫助各位說 什麼叫空性 不離開 日常生活的語言表達 我們都認為榮術的否定 另外有暗示一種真實 就是說 這些都不對 日常生活 動 那個 什麼 那個叫什麼 欸 才動一眉毛 就犯了主思規矩有沒有 就是說 你日常生活 所有東西都錯了 但我不告訴你正確是什麼 不過呢 我已經暗示了 就是 否定到什麼都沒有 否定到最終 沒有辦法語言表達的 那就是真理 就 預示的有一種真實的真理 存在在那 等著你去認識 對不對 但中觀不是這樣的哲學 因為他的否定 沒有暗示一個真實的立場 這種否定喔 他都暗示了一種立場 但是榮術不是這樣 否定不過只是 要否定掉 我們 都覺得 語言以外 另外有一個客觀的概念 這個是西方啦 因為經驗不可靠了 經驗 什麼東西在經驗 就會牽扯到心靈跟靈魂 所以西方人不去講心靈 直接講語言 因為這都是語言表達的東西 語言有沒有對應 我們知道這個燈在亮 燈在亮是因為有電的關係 電是這種語言嘛 可以講對不對 名詞嘛 他有沒有對應一個客觀的東西 我可以指著說 我說的電就是這個東西 這有兩種假設 一個是有一個是沒有 這個有的叫浮應論 浮應啊 那個應用的應 那個應用的應 榮術的否定 否定是一種語言的用法 那知道嗎 他沒有對應一個客觀的東西 這個就是遮權跟表權的那個 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榮術是否定這種福應論 但是呢 譬如說禪宗啊 或是 反正後面的唯士也好 中官也好 他們都認為 榮術的否定是一種表權 好 遮呢 為淺其所非 我們看中進路的定義 就是可以很好定義 遮呢 是淺其所非 表是呢 顯其所是 知道嗎 遮就是否定 表呢 就是顯是 那遮則呢 遮是什麼呢 檢卻諸於表 是直視當體 這個 這個很容易理解 那 他就要跟你說 什麼叫遮 什麼叫表 經典上說呢 不生不滅 不構不敬 無因不果 無相無為 非凡非聖 非信 非體 很多 那個 不管如來上的經典 波爾經也會有這些話 對不對 這個叫遮 知道嗎 遮的表達 就是否定的表達 然後呢 遮非當機 覺響 雀晴 這個叫遮全 那表全是什麼呢 若雲 知見絕照 靈見光明 朗朗遭遭 堂堂積積 這個就叫做表全 知道嗎 在那個如來上的學說裡面 遮全就是表全 遮全一定是表全 就是否定之後 一定有個肯定 那只是蠶絲有的時候用 用遮的方式 有的時候是直接跟你講 就是靈光毒藥窘脫 更成那個境界 這樣了解嗎 那這個調整 你是不是表示 有一個體嗎 對 不管他有沒有體 你講那個比較像認識論 就是說 我們從蠶絲的這一段表達 來告訴你 遮全跟表全都表達了一種 殊勝的認識 不是跟我們凡夫一樣 殊勝的認識就是這樣 靈見光耀朗朗朵 這個只有你在殘定 殘坐的經驗會看到 你會不會看到這張桌子 也說 啊 靈光朗朗朵 你不會這樣 你是私人可能會 就是殘屍可能會 就是看到日落 他就馬上講了一段話 就是很有殘義的話 那不是應該這樣子吧 你是不是 那就不是 不是 對 那個是如來上 那就不會是中官 不是 那你知道 你是不是 他這個看到太陽 他就說 這個營光耀朗朗朗朗朗 可能會啦 我知道 因為我不是殘屍嘛 你是問錯人了 總之呢 他就暗示一個更殊勝的認識 現前的一個經驗 更殊勝 當然我說殊勝經驗 不是我否認他 就是那我們現在就解脫了 我看到桌子我就解脫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齁 那一種殊勝的認識呢 中官講的那個殊勝的認識 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 我知道所見的是必盡空 這個叫殊勝的認識 知道嗎 那我們就從這種本體論當中解脫了 這種殊勝的認識 也會在禪定裡面 有一種獨特的體驗 這個叫做神秘的體驗 這個神秘的體驗 沒有能沒有所 不會像禪師講的這樣 他沒有能所 因為沒有能所 他就不是語言的特徵 但是佛教說這種體驗 只不過是一種效果而已 他不是殊勝的體驗 他是種種假明冬的一種 知道嗎 但是這種假明 就好像桌子能夠讓我們寫字 能夠讓我們吃飯一樣 這種體驗 我們之所以叫做盛意 是因為他有對峙煩惱的效果而已 他也是假明 知道嗎 所以他完全是 只承認遮這一部分 他完全不承認有任何的表示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他不是真實存 好 表權 表權是什麼呢 印度分座表權是 肯定其他某物存在的否定 這類的否定是相對的 有暗示性的 或是有預設性的否定 他被用作一條哲學的原則 而引出了虛無主義跟絕對主義的立場 跟絕對主義立場相反的本體論立場 好 那這個是表權 什麼是遮權呢 就是這類的否定是非暗示性的 非預設性的 的否定 中觀用這種否定來表達一種 完全的解構的否定 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其實就是他的作用 就是解構 什麼叫解構呢 限制我們的語言 無限的擴大 我們這麼說 我們這麼說 就以為他就是這樣 知道嗎 然後在語言當中 就有什麼呢 就有階級啊 有一種表達是不成熟的 一種表達是真理 那真理因為有他做靠山 所以呢 我的話語就是命令 所有人都必須遵從 比如說 我說前面有張桌子 那說前面沒有桌子的人呢 就是癲狂 就佛陀 人來說前面是水 惡鬼來說前面是蒙火 魚來看是家 然後什麼來看是什麼 這些呢 都是烈的看法 然後什麼是書生的看法呢 佛一定看到一個東西 但是沒有辦法用語言表達 佛陀看到的呢 是禮言自信這樣 那就是一個殊勝的見解 因為那個禮言自信 我們都沒有見到 這個就叫做表權 除非你是佛 除非你有定 除非你 就這樣這樣 中觀呢 不是這樣 就魚來看是家嘛 人來看是水嘛 但是他都能不 這個 這個 這個語言 這個命題 都可以被解構 就是他沒有語言以外的存在 你不要把語言上升到一種形上學的立場 這種形上學立場呢 就是見地 佛教講的見地 抄襲 結構 只不過是 在解除 我們這種無名 換句話說 他是一種意圖也好 他是一種巨聲的偏 偏執也好 他的目的在解除這個而已 語言只在日常生活 他只不過是日常生活的語境 實際 實用目的所表達的一些描述而已 只是描述而已 這些描述呢 可以帶來生活的便利 可以 可以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表達 可以交流 就是這樣而已 你說是 那 對 世俗的語言有什麼特性呢 就是 此有 彼有 此生 彼生 這是語言自己帶的特性 因為語言在規範的時候呢 它就是這麼被規範 它沒有一個形上學的實質 可以讓我們去確認 比如說 佛陀說 為什麼有老死呢 為什麼有老死 因為有生嘛 但是就是說 你在老死這個描述裡面 早就預示了生 對 這個邏輯是這樣 但是它沒有一個什麼 叫生的本質本體或認識在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龍樹第一篇告訴你無生 因為那個生就 根本不是一個 形上的立場去說的啊 所以生腦病死有假 生腦病死對於執著 生腦病死有其失的人來說 可以用假這個字來解除它的妄子 但是這個假 你不能想像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假 這個假不能說有一個真來對 對不能用相對的立場來看待 有一種暗示 這樣 有沒有了解它這一段描述呢 就是表權 這是一種透過一種相對的 有暗示的 禪師說 非生非滅 非空非有 非反 講那麼多非 它在暗示一種真實 是絕代的 了解嗎 這個就是有一種 預設認識論上的真實 就是 我為什麼要供養你兩千萬的跑車呢 因為你有這種特別的認識 這就不是中觀 這不是中觀 對 那我們講華語 老師那你講華語 如果你有一個有一個什麼金 那也不是中觀 是不是 那不是中觀 那是 照你這樣講 中觀市場 如果推出來 那中文叫下 破碎 不會 那你 不會 那兩個都是壞的 跟我的希望的境界 這個是這樣 你對一個質詞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 他會認為 你破壞的預設 就是破壞我的世界 其實不過只是要 讓你認清楚 你的預設 你的預設呢 你的預設 只能夠被限制在這裡 我們可以討論他的用處 但是 那些帶有權威有暗示的人呢 他會把這種語言的建構 拉到這個境界 那個是錯誤的 因為 這個是 畢竟空的 空只不過是 但是這個空不是站在這裡 空是針對 你有這種企圖 說沒有 所以叫這個叫空 沒有一個被你語言 對應的客觀世界的存在 沒有這種本質啊 客觀就是它的本質嘛 什麼叫本質 魚不看它 人不看它 人不看它 鬼不看它 它總是一個東西嘛 一個東西一定有一個 有一個它的樣子嘛 只不過這個樣子只有佛看得到啊 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否定這個東西 就把我們的語言 完全限制在世俗的上 世俗是什麼 世俗沒有準確 世俗有矛盾性 此有彼有 那個此有彼有 就跟 那個月稱有 月稱有一個例子 就好像一個鏡子一樣 這個鏡子 我們語言的境界呢 就很像鏡 語言 那個鏡子裡面照到的鏡像 鏡像從哪來 語言啦 語言從哪來 它就跟鏡子的影像一樣 我們會以為鏡子裡面有一個真實的人嘛 然後呢 真實的人跟鏡子有一種對應關係 榮術就是要打壞這個東西 鏡子跟現實世界 鏡子的影像 就跟語言一樣 是種種條件構成的 鏡像的作用是能夠讓你整理遺容 就這樣 因為佛教不會承認有一個具體的人嘛 懂我意思嗎 語言也是一樣 它可以讓我們日常的運用 可以交流 可以表達 可以交流 可以團結起來 可以有種種的進步 它就限制在這個 它不需要對應到一個客觀的世界 它只要能夠清淨 整理遺容這個作用 就是它的實情 你不要把它提升到說 鏡像跟現實世界的對應是不存在的 然後這個叫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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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有光線 有這些條件 鏡子的相貌就出現了 它是條件出現的 鏡像本身 跟現實的人的對應是不存 就沒有那一種必然的對應 不是像那個 譬如說 聲 你就要說它是自聲 他聲 共聲 無音聲 這些聲 你以為這個聲這個字 表達了一個客觀的聲 有沒有 客觀是自聲 他聲 共聲有沒有 這些聲呢 我們語言所表達的聲 表達的是客觀世界的這些聲 都找不到這種對應 但是這種聲 就是被限制在 日常生活的語言的條件當中而已 它有作用 鏡像 所有的事物 就像鏡子顯出的影像一樣 它有世俗的作用 就是這樣而已 條件構成 鏡像的本質呢 沒有本質 它的出現 也不對應一個客觀的本質 知道嗎 它怎麼出現的 你說那個鏡子的影像 有沒有出現的 我就跟你講 此生彼生 這些條件有了 它就出現了 所有的事物就像鏡子 出現的影像一樣 這樣了解嗎 可以理解我這個譬喻嗎 各位可以回去好好的反思 就是 它呢 這種否定 告訴我們世俗 就是這樣的境界 否定掉 我們企圖把鏡像 昇華到一種客觀本質的立場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種中觀用來表達的否定是解構性的 解構的目的 這把你的語言限制在語境當中 就這樣 不是昇華到本體論 本體論是我們一種偏執 這個叫法質 這種偏執會帶來輪迴的苦難 這樣就有宗教意義了 但解構哲學並沒有談到這一些 但是那個佛教更深刻就是說 這種法質會造成我們的苦難 這是佛教有講到的 那這種解構呢 通過應用空心的概念 達到否定的目的 如果一個人否定了印象的真實性 那麼他就必然肯定了被投射的實體具有真實性 但是呢 中觀哲學家在否定世間的真實性時 既沒有肯定有某物 也沒有肯定無某物 所以呢 你以為中觀就是說 那就什麼都沒有啊 那就意思說 這種否定就肯定了一種 什麼都沒有這個意見 懂我的意思嗎 那不是中觀 就是換句話說你不知道 他就是一種治療而已 他沒有表達一個見地要你去承認 可是老師 在我執法 我跟你講 你有那個一個客觀的思念 人家這個恐懼心 他如何 除去 那 恐懼心就是要武士具足啦 常文法 常見佛 常文法 常修 這個佛 這個佛 不能說有一個客觀 我們想說 立的一個想說 他是這個佛 那我們看這一段比較重要 換言之呢 他們並沒有 所為真實這個成就具體化的概念 提供任何更精確 更新更精確更抽象所指的對象 這個對象是一個 有些心意和說服力的變體的 形而上學的機制 就我剛剛講的喔 中觀的否定 並沒有暗示一個真實 他就是 讓你知道 語言就是語言 世俗就是世俗 讓你知道沒有一個真實性在背後 就是這樣 他沒有暗示一個 離開世俗以外的一個真實 知道嗎 相反 為了了解 並接受這個世界的真實實相 包括他的日常表面狀態 以及這種表面相矛盾的神秘的一面 我們的實相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日常的表面現象 跟他的矛盾 矛盾性 中觀哲學呢 完全走出了語言遊戲 就是一種 只有僅僅抓住某些論點和見解 才能玩耍的遊戲 就我們的語言 都是透過一些預設的陳述 這些陳述 他只是一種 夾 那個叫 那個叫什麼 髮夾 名夾 跟那個獸夾 都是絲色 這個絲色就叫遊戲 中觀知道這些都是絲色 就是這樣而已 這個就是真實 就是要絲色 你講遊戲有一點好像 就踩不到地的感覺 但是這種感覺是我們 有很強的髮質的人 會覺得有一種失落 這種失落就 這種失落 你會透過中觀的考察 慢慢消除 是因為 你知道不需要有一個客觀的世界 我們也可以活得很好 知道嗎 就我們現在是沒有我的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們講話嗎 但是我們是緣起的 你慢慢會沒有這種恐懼 知道嗎 就是你能區分 你能夠理解佛教的用語 是一種治療 那你就慢慢 我覺得這應該是這樣 結構它就是治療 就這樣而已 你不用怕 然後吃藥副作用就是 可能這是一個過程 你會覺得恐懼可能是一個過程 然後邁出這一步呢 最關鍵是首先擺脫 就是你講 那種 深陷焦慮 以及呢 這種思維和行動 方式密切相關的 操縱性的態度 生活形式 什麼叫操縱性的呢 我覺得操縱性很簡單 就是夢想你的未來 不是不是就是說 夢想世界這個世界的操縱性 就是你把這個語言 你自己把它升級到 就你的語言代表這個 然後你呢操縱所有的事物 就你把這個桌子講成它是極為構成的 就是好像這桌子明明就是一個緣起嘛 然後你偏偏要說它是極為構成的 那就是說這個桌子在學習你的教育 它才知道怎麼站在這裡 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就是操縱嘛 這是我的解釋啦 但是操縱是非常細膩的 就是這種建立會控制我們的社會 控制我們個人的行為 就是它在一個文化的基層 它作為一個土壤 它會長成一種文化 我一直強調這一點嘛 就是說一個義直的文化 譬如說西方人 他會不太懂一個人 為什麼這麼恭敬他的上司 連他的鳥連他的糞便都會吃 他們不能理解嘛 但是如果你要理解這件事 你就要去看他們的文化的土壤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他們對真實跟虛假是怎麼定義的 那你就能夠理解 為什麼他會去喝上上司的尿 而且會覺得很合理 得到加持 這個時候沒有一個文化學 或是人類學家會去問說你快樂嗎 因為那沒有意義啊 懂我意思嗎 你個人的意見沒有什麼意義啊 我們有意義的是說 這個人為什麼會這樣做啦 一定有理由嘛 你要解釋一定 因為他不是一個某個人這樣 而是一個文化認同這樣的行為 是高尚的 我覺得這些道德的議題 是非常真實的 非常衝突性的 比如說 在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韓飛子 他就很擅長說故事 他有抨擊過儒家 他說在戰場上一個逃兵 按照儒家的 按照儒家的道理 一個逃兵 只要他說 我家裡還有父母 所以我必須要臨陣脫逃 那麼一個儒家建構的社會 就是這個君王 應該去表揚這樣的人 才是真實 因為這樣的國家注定要衰弱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可以有理由逃稅 有理由逃兵 那這個國家 既定會被征服嘛 所以法家的立場 才是富國強兵之道 但是我們要講 如果有一個貫徹他的邏輯 始終如一的國家 他就必然要去獎勵這種逃兵 懂我意思嗎 一個國家的法律 跟一個國家的措施 要獎勵什麼 處罰什麼 他一定有他的哲學 後面的哲學立場 換句話說 我做不到 但是我認同那一種 可以喝喪失尿的人 是高尚的行為 一定有他背後的真理觀 這個就是我說的 操縱性是什麼呢 他這種間諜一定會 主持我們每一個生活的領域 包括我們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認為什麼是對的 認為什麼是錯的 一定都是由這種間諜所操縱的 我們也會用這樣的間諜去生活 那一種生活 就更 比較佛教的說法 那種操縱性是什麼呢 那一種操縱就是 用我這個預設 然後外在東西都是我所 都是我 就是我呢 要去掌握的這個東西 這個叫我我所 這種執著 這個就叫操控性 依著我愛所造作的行為 就是把這一些都 這些我所都要順從於我的抑鬱 來做控制 這個就是佛教講的操控性 知道嗎 所以呢 從法執到我執 他的操控性 是從個人到社會的 都充滿了這種控制的抑鬱 那這種控制的抑鬱 就是順我 誰順我的抑鬱的 我就生起貪愛 不順我這個抑鬱呢 我就生起稱恨 那就在愛跟恨之間 我們就造作了業 因為你的愛跟恨一定會 對別人產生利益或是減損 那就會構成這個輪迴的動力 你的六道的那個輪轉 就沒有辦法避免 知道嗎 所以他這個都是操控 那這種操控 我們沒有辦法逃脫 是因為我們總是由一種見地 來做我們生活的土壤 知道嗎 我們所有的意見 其實都是來自於這種土壤 但是我們不自覺 那這種解構就是一種 我們理解我們這個過程 有無名在裡面 取消這種無名 我們就能夠正確的生活 我們就能夠自己創造 所謂正確的生活 這個都是創造出來的 不是沒有人相信啦 就是它是一種實踐 講求實踐的哲學 就是你只要能夠消除這種見地 對你的束縛 就是它說終關的目的 佛說法的目的就在這 所以它根植於我們的生活 一種隨順中道的生活 能夠達到這種理想 就是我呢 不執著本質 我知道這些都是條件 所造成的 我當然能夠在條件說 它正確或不正確啊 正確或不正確是透過實踐 這個世界來說明的 而不是從一個客觀的立場 來說它是什麼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描繪 就會很多元 我說齁 那個 就很像中觀的立場 有沒有 它就可以來解釋這件事 就是說 那個蘋果掉到牛頓的頭上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如果佛教來講 那就完蛋了 就不管風動翻動是你心動 不管它打得到你打不到你 那就是你心動 那是什麼都不用談了 對不對 但是中觀會支持科學這種說法 是因為 沒有一個真實的客觀的世界 可以來決定牛頓是對的 或是愛因斯坦是對的 因為他們都是對於世間的描述 而且是 建構在條件當中的 沒有一個更接近真理 是因為沒有大寫的真理 那我們今天會說牛頓 愛因斯坦所建構的世界 比牛頓還要準確 也是透過實踐去證明的 因為他可以預測 他可以預測一些 大質量心體旁邊的那個 心心的軌道 知道我要說什麼嗎 大家都睡著了 就我簡單講 就是牛頓建立的那個 那個體系跟愛因斯坦不太一樣 愛因斯坦是覺得這個 所謂的重力 不過是那個質量對空間的扭曲 反正這是不同的認識 同意嗎 那 這種認識 這種認識都可以用語言表達 那個語言不是用嘴巴講 是用數學公式 知道嗎 有沒有一種公式最接近這個 沒有 沒有 所以他們都平等 可是他被預測 那個牛頓就被預測 對啊 所以我們會說 那個 我們會說那個 愛因斯坦更 愛因斯坦是真理 是因為他 更接近 他在實用的目的上 更好用 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不要把這個真理當做大寫的真理 我們說龍術也承認正確跟不正確喔 不是說正確就等於不正確 不是說牛頓就等於愛因斯坦 不是喔 而是在這個 在 誰更接近真實這一點上 大家都平等 因為根本沒有一個客觀的東西 讓你去接近嘛 懂我的意思嗎 在這個立場 就必進空的立場 說牛頓跟 跟那個 愛因斯坦呢 都是平等的 那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這樣講 一個在禪定裡面 看到虛弥山的人 跟你 知道前面有張桌子 哪一個人的經驗更真實呢 對 一個魚 一個 一個魚在 一個魚看那是家 一個人看那是水 一天人看是流離 二鬼看是猛火 哪一個人的意見最接近事實呢 都 都什麼 都是真實 對 那就對啊 但是又可以說他們都虛妄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他看到的真實 是這樣的真實 懂我的意思嗎 消除了這個呢 所有人的真實都叫什麼呢 小寫的真實 小寫的真實呢 就是完全 完全限制在語境當中 完全限制在 那你知道世俗喔 世俗的特徵是什麼呢 此有彼有 因為他不對應這個東西 說有這個就說有那個嘛 但是有這個跟有那個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關係 他就是跟鏡子一樣 條件有了 他就出現了嘛 然後這個聲也是啊 這個聲 如果我們要討論 他是一種客觀的聲 那他不就被限制在自聲 他聲共聲無音聲這幾個 另外沒有了嘛 問題是沒有 那這個聲呢 就跟鏡子一樣 條件具足我們就說這個叫聲 這個條件也是從語言當中去建構的 聲就是從無到有的過程嘛 這個過程都是語言 失色的概念而已 他就把我們的生活呢 把我們的經驗 限制在日常生活當中 這個日常生活喔 不是說我們凡夫就代表 真實對不對 也不是說禪定的人就不真實喔 瞭解我的意思嗎 他們都是經驗之一 那麼我們大家都修訂對不對 我們就認識到虛弥山 但我們的經典就會 就會 我怎麼講 譬如說我們都是魚啊 我們都是魚 然後我們就說這個水是家 我們的經典如果寫給魚看的 那他就會寫的不一樣知道嗎 但是沒有一種經典是更殊勝的 就是那個華顏經他的立場 就跟這樣的立場不一樣 他會覺得那個大乘是對天講的嗎 所以天人接受的佛法比我們更優秀這樣 然後華顏經都是針對對有禪定的人的講了嗎 是可以這麼講 就是如果佛陀對一堆有禪定的人講 他一定講一個我們不知道的事 但是呢重要的是 從這樣的經驗裡面去解構 去解構說 你所認識的經驗不代表 有一個客觀的世界 外在於你心事以外的一個客觀的世界 然後你的認識是符合他的 這種錯誤呢 就是無名 禪定的人有這種無名 我們凡夫的認識有這種無名 重要是從種種的認識呢 去理解這些都有那個法質跟我質的成分 淨除他以後 那個經驗就是清淨的 這樣了解嗎 但是不是離開這樣的經驗 去談另外一種經驗 這個就是遮權跟表權 或是我剛剛講的龍樹的終關學 那個緣起 還有他講的那個空性 是假名這個異曲就是在治療 這樣知道嗎 那我就這四堂課就結束了 是 到底有沒有聽懂 我們要下課了 我們要下課了 我們要下課 在那邊 我們要下課 有關 我們要下課 有小子